台北市八岁女童疑似饿死案 那么她的母亲被列为是重要关系人 在今天下午呢 她的母亲由警方破门而入 傍晚6点15分左右 她被两名社会局人员带领原本的住家 当时呢她正在睡午觉 看起来心情平静 那么接下来的社会局表示要对她进行安置 那么或者另外一个选项 托给其他的家属照顾 还要进一步调论 而你所看到的是当时的画面 社会局人员以及警方 正在现场进行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